民眾大船抵達金庸宇 要登上金庸宇燈塔 沿著登山步道登頂 對提議來說可是一大挑戰 要一邊爬一邊水要喝啊 登高望遠欣賞無敵海景 離開前別忘了來個大合照 另一條濱海步道 沿線海景更是美不勝收 過去濱海步道因為老舊毀壞 金庸市政府去年向觀光局 爭取經費補助 進行全線修繕 近日終於完工 開放民眾體驗 那因為這一個黃海步道 過去呢是用混凝土的材質 所以呢它很容易就淬裂 那遊客上島以後 踩到就不小心 很容易就會跌倒衰落 所以我們在整個登頂的步道 這個木棧道完成之後 我們進行了黃海步道的整修 那這一階段呢 我們從去年的11月開始 設計規劃施工 那到今年的這個7月1號 我們就讓它要完工 所以我們也從7月10號開始 來做一個開放 然後讓我們的遊客 有多一個這個黃海步道的遊城的 這樣的一個選擇 新的步道走起來相當的舒適平坦 走累了一旁還有新色的景觀平台 讓民眾遮音坐下來休息 前方就有湖堤海景 你們針對這個新的措施涼亭啊 然後覺得感覺如何 很漂亮 好漂亮 有沒有很涼 有舒服嗎 舒服 舒服啊 那在步道的旁邊 我們有設置了幾個地方的這一個休息平台 那這個休息平台呢 我們是用一個也是比較是木頭的材質 那同時呢也融入地景的概念 用一個比較低調的方式 讓它就是在這個整個步道的旁邊 讓遊客有一個可以休息的地方 那過去因為我們在要修繕之前 也跟我們的遊客做了一些調查 其實這一段的步道的海邊的風景 是非常的漂亮的 那徐徐的清風吹過來 其實走過去是很舒服 同時可以看海景的 唯一的不方便的地方 就是太陽大的時候 真的是大家都急著要把它走完 太陽太大 那因為步道也比較長 所以呢有一些年紀大的遊客呢 他就會有反應一個心聲就是說 是不是讓他們可以在這裡能夠駐足 來觀賞海景 國內疫情逐漸趨緩 搭船出遊 行程夯 民眾搶著暑假出遊 金融與登島 每日雖然有1200人數上線 但遊客依舊報名踴躍 從4月1號統計到7月初 那大概登島的人數有18300多人 那我們目前知道的預約的狀況 到我們現在目前看到的這個預約 人數已經有28000多人在這個線上等待的這個預約的這個狀況 也就是未來的登島還有28000多人是要登島的 所以這個部分大概是這兩天步道開放以後也增加了這個遊城 所以人數是比較多一點 碧海藍天一望無稽的海景還可以登頂 眺望遠處的龜山島 或者沿著濱海步道悠閒散步 不同的時節都有不同的美景 疫情趨緩 國旅也要開始拼經濟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